中共滲透台灣賴清德回應 美國同盟有聯合之押 上千華人紐約抗議見郵民所 川普紐約集會獲大成功 加州大學再爆衝突 大批防暴警察進駐校園 澳洲法官裁決 前海軍陸戰隊員可以被引導美國 大家好 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25日 星期六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 我是林欣 觀眾朋友們 您是否厭倦了充斥著暴力 和不良內容的電影和電視劇 現在 干站世界影視平台 為您提供一個全新的選擇 干站世界影視平台 精心挑選每一部電影和電視劇 回歸傳統 致力於為您呈現純正 積極向上的影視內容 傳遞傳統價值觀 令你從十經典之味 沒有不良內容 為你和家人提供一個安全的觀影環境 現在註冊使用希望之星的專屬優惠碼 S-O-U-N-D-H-O-P-E 即可享受百分之十五的折扣 從17日開始的中華民國立法院的 國會職權修改法案 引起的風波持續進行 當地時間24日 潮野決議延長至午夜十二時 立法院外民間團體及民眾 舉行的抗議活動達到十萬人 同樣的民眾集會在全台灣 其他九個城市也正在進行 據悉台南已經超過萬人 同時賴清德回應中共 台灣將捍衛自由和民主的價值觀 歐美逆群起施壓 意外錯綜中共軟勒 中共對台合法性被擺上桌面 同時針對中共23日在台灣周邊的挑釁性軍事演習 觀察人士在社媒上也指出 賴清德就職 北京沒有立即回應而是保持了兩天的低調 很可能中共的高層領導人有個辯論 可能暗示 不是每一位領導人都同意這場軍演 日本國際教養大學 中國研究助理教授陳友華在社媒X平台上發文 北京最新一輪針對台灣的威脅 不但無法震懾台灣民眾 還可能會令本來想要向中國進一步投資的西方企業 重新考慮他們的決定 總統賴清德5月24日透過面書發文表示 他上午和國防部長顧立雄進行視訊會議 聽取顧立雄、參謀總長梅嘉樹 和國軍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的即時簡報 了解國軍針對中國軍演的應處措施 中華民國國防部5月24日宣布 自23日上午6時至今日上午6時指 精密共機49架次 其中如越海合中線及進入西南空域35架次 共艦19首次、海警7首次 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 台灣空軍司令部提供的照片顯示 F-16V掛載AIM-120先進中程空對空導彈 台灣叫飛彈、執行空中戰鬥巡邏任務 中華民國國防部強調 國軍運用任務機、南及岸置導彈系統 嚴密監控和應處 台灣金門街道上不僅出現了裝甲車穿梭進行逮行演習 在台海也出動了軍艦與中共對峙 總統黎清德非常明確地表示 作為三軍統帥 責任就是保監衛國 台灣將捍衛自由和民主的價值觀 中共挑釁性軍事演習 國際社會也給予了嚴厲譴責 並誓言國際社會絕不會就手旁觀 美國國防部和美國國務院23日發出同一聲明 認為中共不應該將台灣的民主政治過渡 作為其採取挑釁或脅迫措施的藉口或理由 聲明表示 中共的行動有升級的風險 並侵蝕了幾十年來維持地區和平和穩定的長期規範 聲明最後寫道 我們呼籲各國政府以及所有致力於地區和平穩定的各方 立即大聲譴責中共的這些行為 重新維持台海現狀的共同承諾 並表明堅決抵制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的意願 資深媒體人唐靖遠表示 現在國際社會對台灣的給予的支持 以及對中共越來越嚴厲的這種排斥 它其實是同一面硬斃的兩面 就是它反映出來一個巨大的歷史趨勢 就是越來越將台灣納入到這個現行的國際秩序 國際社會之中、國際體系之中 而將中共現在開始反過來 將它逐步地要排斥出這個整個國際體系之中 所以它這樣一來就會 我們看到這種趨勢 它已經其實不可逆轉 所以它可能會在中共和台灣這個台海兩岸之間的關係之中 會產生一種微妙的平衡的被打破 就是說中共這邊表面上看上去 它對台灣所施加的這種政治軍事的壓力會比較大 但是反過來 國際社會卻是以這樣的一種方式來 給予台灣一個強有力的支持 來繼續維持著整個台海一個大體上的維持現狀的平衡 第77屆世界衛生大會 將在5月27日至6月1日在瑞士、日內亞舉行 5月24日美國和英國、加拿大、澳洲、德國、日本、捷克、立陶宛等7個盟友發表聯合聲明 呼籲允許台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 即將在本月27日舉行的年度世界衛生大會 據美國之音報導 台灣在中國反對下已經多年被世衛大會拒於門外 由於遭到中國反對 台灣被排除在大多數國際組織之外 中共不曾統治和管轄過台灣 但卻宣稱這個民主自治的島嶼是其領土的一部分 而美國在台協會為首架8個駐台北大使館發表聯合聲明指出 今年第77屆世界衛生大會即將在日內亞召開 但台灣影響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全球國際衛生體系之外 我們重新支持台灣有意義的參與世界衛生組織事務 並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 在5月初曾發出一份聲明 指出 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世衛大會 是邁向重新世衛組織人人享有健康目標關鍵性的重要一步 與此同時 美國主管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康達 在5月初就美國對台政策 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作證時 批駁北京對聯合國大會第27·500號決議的曲解和濫用 強調拜登政府正在加大努力為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發聲 包括即將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 外界認為美國與西方國家這樣做 中共最怕的一旦國際社會一步一步地承認了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 這樣中共一切對台灣的行為都是入侵行為 這樣從經濟上包括在軍事上 它都不再佔有優勢 也不再帶有合法性 有可能都會受到各方的打壓 全世界的打壓和攻擊 與此同時 工業七國集團的財政部長 5月24日開始在意大利舉行為期兩天的會議 在應對中國個性產能議題上 耶倫表示 七國集團 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加拿大 在針對中國政府向太陽能面板、半導體和電動車製造商 提供巨額補貼的問題方面結成統一戰線、共同應對 卻說 中國的產能不僅超出了中國自身的需求 而且超出了世界經濟的需求 並威脅到工業七國集團 和發展中國家相應企業的生存 耶倫在這次財長會議之前表示 相關國家又必要採取共同立場 令中國領導人明白 他們追求的這種戰略面臨著一島反對之場 資深媒體人唐靖遠表示 這種趨勢的走向 他對台灣的意義當然是多方面的 首先對台灣來說 是他這個在外交意義上 我們都知道台灣過去 他被稱為是阿世亞的孤兒 其實他被國際社會整個系大體上系隔離的 但是現在 隨著這個中共新冷戰 他自己將這個新冷戰的格局走向深化之後 台灣越來越走向國際化 其實就使得台灣獲得一個非常有力的發展的機遇 也就是說 雖然表面上 台灣被中共挖走了一些邦交國 用這種金錢的方式 挖走了一些無足輕重的邦交國 但是啦 台灣相反 他卻獲得了更多的國際社會 一些更重要的大國 在事實上的承認 事實上 外交關係的這種突飛猛進的發展 這個其實對台灣來說是有巨大的好處 也是一個巨大的影響 除此之外 他在政治上給台灣 在政治上的一種合法性 提供一個強有力的支持 我們看到現在 這次美國他提出 希望這個世衛組織 再次將台灣接入為觀察員 在他這個稱呼裡面 是再次的明確提到說 中共他們從來都沒有 對這個台灣實施過管轄 從來沒有實施過有效的管轄 這種表述 其實他就是和現在 賴清德在宣誓就職的時候 那個就職演說裡面所提到的 兩岸互不遞屬 其實已經非常接近藍 換句話說 兩岸互不遞屬這個客觀事實 現在正越來越被絕大多數國際社會的國家 主要的這些國家所接受 這種共識一旦形成之後 這樣他可能對未來中共說 想要在以所謂的內戰遺留問題的角度 來處理這個台海關係 就會非常的艱難 非法移民問題 令紐約華裔居民 對紐約市長亞當斯開始了抗議 5月23日上午 上千紐約市華裔居民 走上街頭抗議亞當斯 在他們住家旁邊蓋郵民收容所 尤其反對25大到86屆的市郵民收容所計劃 而郵民問題正令川普大受紐約人歡迎 請聽報導 紐約這個計劃將收容150名單身郵民 由布朗市的VIP社區服務機構負責運營 該地點位於商業區中心 靠近老年中心和日托中心 和一個安靜的住宅區 周圍有學校、超市、餐館、診所、藥房等眾多華裔店舖 這場抗議活動是由布朗倫的州眾議員扣頓 以及第43選區華裔市議員 莊文儀共同組織甲 扣頓在集會上憤怒的大叫 這個不利於社區 也不利於收容所的人 唯一從中獲利的就是開發商和經營商 他們榨取數百萬納稅人的錢 這些錢本來可以用來採納適合所有人的方案 莊文儀說 我們必須通過建造經濟式用房 創造就業機會和制定郵民康復計劃來解決無家可歸者問題 而不是將他們送到莊人的倉庫 一位大華埠民權聯盟 簡稱GCCC代表王迪 在集會上表示 華埠居民雖然一直反對在社區建設郵民收容所 但沒有後果 華埠竟然攤上了9個 王迪質疑 為什麼政府把大部分收容所都放在黑人、西羽裔和亞裔社區呢? 他呼籲市長阿當斯 你將收容所帶到了唐人街、帶到了法拉城 你們利用這些社區賺取了數以億計的金錢 就好像州議員扣頓和市議員莊文儀說的 這些收容所的經營者不負任何責任、不披露任何數據 王后區市議員霍頓說 收容所越多、街上的郵民越多 因為他們用納稅人的錢養著他們 有些還讓他們在裡面吸毒、做各種違法事情 扣頓議員說民意很重要 86階2501號場地的開發商名叫泰吉巴桑道 他也是當初計劃在巴斯大道2147號建造收容所的人 後來該計劃因為民眾抗議就被否決了 所以美國人民要勇敢地站出來為自己的未來發聲 而民主黨對人民的問題不解決 也是川普的支持率在很多少數族裔選區 以及關鍵搖擺州都超過拜登的原因 23日晚 川普在紐約南布朗市舉辦了一場熱鬧的競選集會 口號就是《讓紐約再次偉大》 這場活動沒有讓川普失望 被評論為《時間8年再次點燃大蘋果》 活動在克羅托立公園舉行 場地只能容納3,500人 但據說有2萬人到場參加 而且支持者們表現出極大的狂熱 就好像追星一樣 川普提到了非法移民的湧入所帶來的安全隱患 以及紐約地鐵的安裝和不安全 他承諾如果上台會加以改善 而這樣的發言令現場爆出了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聲 而鑑於台灣最近的選舉 中共操縱親共媒體左右公眾輿論 支持親共候選人及編造假民調等 美國政府正就提高警惕防止中共干預選舉 眾議院中共問題特別委員會的頭號民主黨人 克里希·諾莫爾西23日投書國會山報 強調了對TikTok的監督 並呼籲警惕及壓止中共對美國 乃全球民主選舉的干擾 23日早上大批巴勒斯坦支持者 又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建立了營地 還阻攔學生通過 再次爆發緊張局勢 導致UCLA不得不將課程臨時改為網課 並請了大批洛杉磯防暴警察進入校園 陳日報道 據SKY-5的航拍畫面顯示 巴勒斯坦支持者霸佔了UCLA校園 Kirkhoff露台的營地 並且用木板等擋路障 封鎖了Kirkhoff和Mor教學樓之間的一段校園區域 這是學生穿過西木校區的主要走道 他們甚至安排了身杖馬甲的人看守 阻止學生通過 在聚集的人群越來越多後 UCLA宣布這些集會為非法集會 後警將抗議人群隔離開來 使得外面的支持者無法進入 也令外圈人群聚集越來越多 洛杉磯警察局甚至發布了全市範圍內的戰術警報 要求所有警察立即渡過 以便應對可能發生的衝突 中午12時30分左右 緊張局勢開始加劇 幾名抗議者試圖衝破UCLA後境的阻攔 想給裡面運送物資 其中還有部分是UCLA的教職工 一名教職工對ABC7號電台採訪說 他是去給抗議者送食物 但被告知是非法集會 禁止他進入 他表示難道抗議者不能吃東西嗎? 而據報導 UCLA已發聲明 不離開就逮捕 UCLA行政副校長曼克爾貝克 同負責校園安全的副校長李克布拉齊爾 週四發表了以下聲明 學校撤回了允許Kirkof露台上的示威者 留在校園的許可 並要求他們立即解散 示威者已被告知 如果他們不解散 將面臨逮捕和可能的紀律處分 以及被勒令離開校園7天 而在抗議者佔領校園的同一時間 UCLA校長吉恩·布洛克 正在國會出席聽證會 他表示 一旦我們社區的安全受到威脅 大學就應該採取行動 驅逐抗議者 我們將追究所有參與暴力 或違反我們政策者的責任 而且任何學生都不應該因其信仰或身份 而受到威脅或排斥 雖然我們始終要努力履行這一義務 但我們也必須保持對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承諾 密歇根大學的校園 今天也不平靜 襯黑衛兵佔據了教學大樓的主幹道 引發了大多數學生的不滿 最終 憤怒的沉默大多數學生 開始拆除遺章建築 並驅趕襯黑衛兵 場面緊張 有人甚至高呼 回到你的穆斯林國家去 23日哈佛董事會也表決 暫不讓13名參與示威的學生發放畢業證書 雖然這一決定引起極大的爭議 而且哈佛校長在今天的畢業典禮演講中 遭到了學生的虛聲 但目前哈佛仍未更改這個決定 5月24日 澳大利亞西尼的地方法官裁定 前美國海軍陸戰隊飛行員丹尼爾·杜根 可以被引渡回美國受審 以面對美國對他違法訓練中國軍事飛行員的指控 請您報導 55歲的杜根為前美國公民 現已入籍澳大利亞 他面臨的指控包括洗錢 和違反美國的軍備控制法 根據起訴書 杜根在2010年和2012年期間 三度通過南非飛行學校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飛行員提供軍事訓練 他被指控的違規行為 還包括在中國提供飛行服務 評估中國軍事飛行學員 以及指導飛機的航空母艦著陸 他則否認這些指控 他有15天的時間尋求對地方進行覆審 最終的引渡結果 將由澳大利亞總檢察長決定 在法庭外 他的妻子薩弗林表示 家族將向澳大利亞司法部長馬克德·雷福斯 提出上訴 要求拒絕引渡 美國起訴書中的7名同謀之一 是被定罪的中共黑客蘇賓 他被控涉嫌入侵 包括波音飛機製造公司在內甲 多加美國防務承包商的電腦系統 竊取軍事情報 但杜根的律師認為 這件案件與黑客無關 2022年10月 杜根從中國返回澳大利亞無來後 在新南威爾士州的一個小鎮 被奧特利亞聯邦警察逮捕 他自2014年以來 就一直居住在中國 與此同時 英國向其前國防人員發出警告 不要在杜根曾工作過的南非士飛學院 訓練中共解放軍的飛行員 杜根自被捕以來 一直被關押在高度戒備的監獄中 地方法官丹尼爾·麗斯表示 引渡標準已經達到 他說 杜根先生符合引渡的條件 杜根的律師此前曾辯稱 沒有證據表明他訓練的中國飛行員是軍人 而且他在2012年1月 也就是美國在起訴書中指控他的兩項罪行發生之前 他就成為了澳大利亞公民 美國政府則主張 杜根直至2016年 才喪失美國公民身份 當時他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 簽署了一份放棄美國公民身份的文件 杜根的律師肯提交給總檢察長的一份文件中寫道 杜根肯2014年被禁止離開中國 而杜根認識的蘇賓 只是中國航空工業第一集團的職業中介 中國商人蘇賓2014年肯加拿大被捕 2016年 他在美國法院就在入美國主要國防承包商的網絡 攝取美國軍機計劃的指控表示認罪 並被判刑46個月 好了 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 多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